最專業的房地產知識 都在好房網YouTube頻道 馬上訂閱開啟小鈴鐺 影片上架通知你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綜合區中安里的里長 我叫李謙國 我们这个里的部分的话 就是临近我们的四号公园 那另外还有我们就是旁边的 这个国立台湾图书馆 那另外还有交通的部分的话 就是永安市场捷运站 等于算是一个生活机能相当方便的一个地区 国立台湾图书馆它这个蛮特别的是说 它本身就是一个作为图书馆 那这个是还好 那另外的部分的话就是针对像是 它有一个视障朋友的一个阅读区 就是专门那种做一个视障朋友 它可以做盲人的一个阅读 这次真的会有一些 视障朋友会搭乘捷运 然后走到这个图书馆来 那另外它还有那种专门 小朋友的一个阅读的一个儿童的一个阅读区 算是比较大型规模的一个图书馆 那这边的话另外还有像是一些阅读区啊 或者是提供很多学址 来做一个K书或者是读书的一个中心 所以说礼拜六礼拜天早上 都会很多的学址来这个地方 那藉由图书馆提供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 来好好为了学策来做一些准备 绿地的话我们光整个四号公园 算是整个中和算是比较都会区的地方 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型的公园在这边 那也常常会举办很多的一些文艺的活动 所以说附近的居民也会常来这边做一个休息的 或者是带小朋友来兜一兜走一走看一看 整体算是一个交通生活 都算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地理位置 文艺类型的活动的话 我们都是搭配像是国立台湾图书馆 它每年的12月份都有所谓的一个阅读节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民间的团体 会来这边举办一些军写 或者是在旁边的位置举办一些所谓的一些文艺的活动 那这个地方算是公园的部分 应该算是功能性还是蛮方便的 设施的部分的话 其实图书馆这边的话 应该包含四号公园 它本身还有针对一些像是一些 生脏不变的小朋友 有做了一个比较多元性的游戏区 那也就在我们这边旁边的部分 这样子会让一些生脏的朋友 或者身脏的小朋友 也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玩一下 学区的部分的话 我们这边就算是很临近永和的国小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国小是可以就读永和国小 那另外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前年也争取了 就是可以就读永和区的福和国中 跟永和国中 那这个算是比较跨区来去做一个读书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边就非常临近永和区 所以说我们这边很多的家长 也是希望能够让小朋友能够走路上学就能够到的 所以我们在前年的部分也去申请了 就是说我们中安里的子女 他可以就读永和的国中跟福和国中这两所学校 像我们中安里这个地方的话 非常临近永和 那过个桥就可以到台北的中正区了 所以当初有很多像是军公教的一些人员 他们就可能选择买在像是 可能台北的房价会比较贵一些 所以他们就可能是跨桥来到我们这边永和或者是中和的地方购买或自产 那所以他这边的一个居住的素质本身的话 以军公教的人员相对是多一些的 永安市场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第一个除了永安市场捷运站之外 那另外的话就是旁边有一个所谓的永安市场 所以这边的居民要做一些 就是购物或者是买菜也都相当的方便 那另外的话也因为是交通捷运站的一个枢纽的重要地方这样子 所以说有很多的上班族或者是读书的学生 那本身都可以把比如说来到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上班工作的一个算是交通是蛮方便的 我们这边其实每年我们会搭配一些节日 像是母亲节或者是中秋节 或者是说一些元宵节 我们会搭配节庆来办一些相关的活动 那比较特别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四号公园 它不单单只是让你来玩或踏青的公园 它另外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功能 就是防灾 防灾公园 防灾公园就是说如果当附近发生像是之前的921的一个地震 我们整个四号公园它的防灾公园的部分的话 它可以容纳大概800多人来做一个临时的一个避难 跟安置的一个地点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也因为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也通过消防局的一个 所谓的自主社区防灾的一个演习 那让我们的里民或者是相亲的好朋友 能够对一个防灾能够有一定的认知 那真的发生炸害来临的时候 我们的里面的编制的人员 也可以给予相对的一些协助跟帮忙 其实我们这边的话 因为大楼比较多一点 所以大楼它自己本身的那种 工区大厦管理的管理会 他们自己本身都会处理好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针对公共的部分 来做了一些改善 像是第一个四号公园 因为到晚上或者是早上的时间 有蛮多喜欢跑步的朋友 会绕着这个公园来做一个跑步 所以我们是针对整个的四 四号公园的周边的一个人型砖道 全部都做了一个更新了这样子 那也会让一些跑步的人 会感觉是可以更方便 那另外的话 我们四号公园里面有三处的 儿童的一个游戏区 那我们之前也有发生到一些 什么小朋友的一些 一些安全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搭配了像是当地的议员 以及派出所我们针对所有的 三处的这个游戏的社区 都加上那个所谓的一个监视器 来做一个就是说 预防的动作这样子 如果说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监视器都可以把那个当时的状况 来做一个还原 让小朋友可以来这边 更安心的来游玩 这个目前的话 短期之内 其实我们这边算是 比较偏中和永和的这个地段 比较市中心的 其实我们这边都算是 比较以大楼来讲会多一些些 所以说短期之内 会做太多的改变的机会 是比较少一些些 我等于就是说 我们是针对整个的马路 或者是造民 跟社区的治安的安全 我们会做一个加强的部分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中和区中安理的里长 欢迎大家有空的时间 来我们这个地方 来到四号公园 来走一走休息 游玩 谢谢 订阅好防网YouTube频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 我感谢你